我是用在维持健康的人的一个 他的一个功效 就是说 第一个,他由于上半身也加入全身的运动 比起一般运动来讲 多出20%甚至到40%的运动效果 他的代谢症候群的预防跟改善 就是你内脏脂肪的症候群方面 有加深这个体质 燃烧的这个功效 配合减肥的作用 然后行进间姿势的端正 不符的加大 左右平衡 效率倍增 然后头部、颈、肩部周围的血液熏畅 这个肩颈的这个僵韵得以有效的改善 由于步伐的加大 连同这个腰部的上下的这个运动也加大 故人提高这个卡路里的这个消耗 还有就是当你在这个上下半身相互 这个回转的过程当中 可以强化这个体干的筋肉 增强这个腰力跟扭力 塑造腰围 然后在持根做暖身运动的时候 比较轻松 而且平稳安全 他的肌力、肌耐力 这个躯体的这个柔软性 也获得这个改善跟增强 他是随时随地不限时间地点 无论男女老有都可以用 这是属于一般正常人 那如果是 你一般这个如果说是复健的人的话 复健的人他这个就是 这个 在复健当中他腰腿比较没有力量的人 比较娇弱的人 他的作用在什么地方 他的作用就是 因为骨质疏松症的预防 有骨质疏松症的这个 预防及改善的功效 而且腰腿的负担可以减轻 而且预防跌倒及改善身体的这个平衡 获得站立及步行的这个安全性 这是有关于在这个 这个有关于复健 还有就是说在 如果说身体有什么不适的人 有这个功效存在 那各位做个参考 这个就是那个 你在走的时候 这个扭力 腰的回旋跟扭力方面 都有它的旋转效果 有它的旋转效果 有它的旋转效果 有它旋转效果 就是这样的 每一举些东西 就是在地下的实力